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刀子轻轻地在气室 敲一个很小很小的洞 去滚水煮六分钟 煮完六分钟之后 起来泡冰水 将这部分是所有材料 加进去一起煮 煮滚辣椒切断泡车 这样子放冷冰进冰箱 一天之后 我们就把蛋从酱子里面取出来 把洋葱切成丝 红萝卜切片 小白菜切成断 牛蒡不削皮切片 香菇的部分切成条状 先把洋葱 牛蒡 红萝卜 加油下去拌炒 下水 糖 白胡椒 跟酱油 胡蓉面 白菜跟香菇加进去 让它慢慢煮 有点稠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烏醋了 炒个十秒钟滚了 就可以起锅了 再撒上葱花 糖心蛋放上去就可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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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